去年天保集团 01979受疫情影响 盈利同比跌21.6% 幸好随着疫情受控 香港与内地通关 加上新能源车市场快速发展 市场充满机遇 天保主席洪光已表示 今年会锐意将新能源业务发展 成驱动公司前进的增长点 现正积极向研发 及市场开拓两方面投放更多资源 机场占更多新能源汽车充电配套 以及其他新能源产品之市场份额 谈及未来发展 洪光已向大公报表示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也是拉动国民内需的新引擎 且新能源行业在过去几年的发展锐不可当 目前公司的新能源板块收入偏小 只占营收约百分之十一 存在相当大发展空间 他说 四川厂房的生产线 将负责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充电模组 主力生产30千瓦 核心充电模组 预计增加核心充电模组产能 以应对全球市场持续增长的需求 他透露 公司充电桩的充电模组产品具强大的竞争优势 目前正计划增加产能之余 亦会研发40KW的充电模组 有望在未来进一步开拓市场 随着经济占幅上 绿色出行预期将成为新时尚 便攜储能商及汽车电子产品 相信将迎来更大需求 同时 集团亦与一家行业领先的中大功率充电模块客户 实现业务拓展和股权投资的双方面合作 预期将在未来数年共同研发更多不同类的充电桩充电模组 再者 为配合市场大势 未来研发与业务发展将围绕着大功率充电技术 包括充电桩充电模组产品 便攜式储能系统及工业电源的相关应用